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做了两年服务员 之后应聘到了一家公司做前台 娘家靠不住 我只想找个好婆家 后半生有所依靠 进公司后 有几个男同事同时追求我 我考察了一段时间后 选择了立新 一来 他对我最用心 二来 他家在立夏村这两年就要拆迁 到时候按人头分房 或许我考虑的有些现实 可作为女人 想嫁个经济条件好的男人不是很正常吗 我俩交往两个月时 立新带我回家见了父母 交往三个月时 双方家长见面订了婚期 我们先领了证 之后举行了婚礼 这时我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我和立新是闪婚闪孕的典范 婚礼上有人打趣地问我俩想清楚没 立新举着酒杯 乐呵呵地说 家里多一口人就能多分一套房 哪有时间有余 大家跟着一起笑 以为他不过是在开玩笑 我心里却低估了起来 难道他娶我就是为了给家里添人口 多分房吗 没错 我嫁给他也考虑了他拆迁户的身份 可当我听到他这么说时 还是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怀孕三个月时 我闹口闹得很厉害 值得把工作辞了 在家养胎 结婚太匆忙 婚房还没装修 我们暂时和公婆同住 公婆对我还好 不热情也不冷淡 可他们不会因为我是孕妇而额外照顾 我只能自己多买些鱼肉 水果 不身体 有一天 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我结婚生子 就给婆家添了两口人 她家做出鱼蒙之力 现在可曾有什么表示 别回头孩子生了 分房的时候翻脸不认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 我一心一意地跟丽星过日子 就是想和孩子未来有所保障 有所依靠 不是我不信任他 女人总要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我必须为自己和孩子打算 当天我就跟丽星提出要求 要她在婚前全款买的婚房上 加上我的名字 她起先不肯 我就如我妈所说的那样 闹着要离婚 还要把孩子打掉 没办法 她只得同意 她说买房子时没考虑太多 房子不在学区 反正我们跟公婆在一起 不如把房子卖了 换套学区房 我一听便同意了 买了学区房 孩子未来的教育就有了保障 房子卖了再买 就成了婚后财产 自然有我的一半 丽星折腾买房卖房时正值夏天 热得厉害 我怀了运 实在辛苦 没跟着掺和 后来 她拿了新房房本给我看 房本上写着她艺人的名字 没有公婆的名字 我就放心了 安心等孩子出生 我死之后没了收入 要求丽星上交工资 她说自己一个月才赚三千块钱 还要抽烟零花 送人情 根本剩不下钱 又说公婆也没钱 刚换了学区房 贴了几十万 花光了公婆的积蓄 我哭闹地说 那怎么办 产检买东西一定要钱 她笑呵呵地说 你手里不是有钱吗 暂时花着 等拆迁房到手 房租都给你 到那时你就是包租婆了 钱多了花不完 我被她红得直乐呀 开始幻想自己做包租婆 月月收租的美好生活 结婚时 丽星家给了十万彩礼 我爸妈留下五万 剩下五万给我带了回来 算是嫁妆 我结婚前有三万存款 加起来一万八万 够我花一阵子了 几个月后我生下女儿 我仔细观察公婆的神情 她们没有不高兴 也是 反正是按人头份房子 女儿儿子一样 之后 我开始全职带玩 丽职和公婆都上班 婆婆平时要伺候娘家妈 根本没人帮我 我一个人又看孩子 又做家务 晚上还要给一家人做饭 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 天天在家待着呀 我真的是又烦又闷 开始网购减压 给宝宝买新衣服 玩具 各种小车 给自己买包 鞋 新手机 手里存款越来越少 我也没往心里去 反正过不了多久 我就要当包租婆了 何必捡一坐食 女儿半岁时 丽家村开始签合同 走拆迁流程 可拿到拆迁合同才知道 房子不是按人头分的 是按老宅面积分的 全家人都很失望 好在老宅面积比较大 最后还是分了三套房 房子分下来 我才知道 三套房都写了公婆的名字 没有一套 写我和丽心的名字 我跟丽心闹 她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说老宅是公婆的 拆迁房写公婆的名字 不是应该的吗 我骂她骗婚 她冷冷地笑了 说她婚前答应我什么了吗 怎么就骗婚了呢 我总不能因为现实 和自己脑补的情况不一样 就说她骗婚吧 怀孕说 你说房租都给我 让我当包租婆 我指着她骂 原来你嫁给我 除的只是房子 我婚前的房子 都成了婚后粉彩 你怎么还不满意 我俩吵了起来 公婆赶了过来 劝我们劝何 最后答应把 其中的一套房的房租给我 我才做罢 女儿一岁半时 我终于过上了 包租婆的生活 可一月房租不过三千 丽兴不给我工资 我的日子还是紧巴巴的 最要命的是 她对我的态度 越来越冷淡 我产后胖了二十多斤 一直没瘦下来 日夜照看孩子 睡眠不足 身体疲乏 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再没了产前的青春亮丽 丽兴越来越忙 天天早出晚归 周末还加班 她在家也是手机不离声 连句话都不跟我说 有次闺蜜聊天 我说了这事 闺蜜立刻紧张地问 你家立心不会出轨了吧 我心里咯噔一声 面上却依旧地淡定 我说 就她那样 谁会看上她 赛也说 那个半套房子都是我的 一百多万呢 她敢出轨 就不怕我离婚 分房吗 闺蜜说 那你也得看警察呀 她家突然多了三套房 难免会飘 别的小姑娘也会扑 闺蜜一句话提醒了我 婆家一共四套楼房 四十条件不错的家庭 既然我单初看上了 肯定别人也有看上了呀 我开始留意 立心的一举一动 她捧着手机看的时候 会无意识地上仰嘴角 每次去洗手间 都会带上手机 睡觉的时候 也把手机压在枕头底下 生怕我看到什么痒 有一次 我趁她睡得很熟 偷偷把手机 从她枕头下拿了出来 查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妥 我以为 一切都是自己多心 没想到 女儿两岁时 立心跟我提出了离婚 我愣了好半天 才想起来 问她为什么 她毫不客气地 总结了我诸多缺点 爱花钱 变胖 变丑 天天闲得 不工作 娘家条件不好 帮不上忙 我嘲讽地看着她 我爱花钱 我花你的钱了吗 我花的是嫁妆和婚前存款 还有 这最后两条 才是关键的吧 你不就是想我没有钱吗 没有到 她认真地点了点头 告诉我 她已经有目标了 对方是跟她从村的 早就对她有益 她又说 我就知道是谁 一定是原先 丽家村东头住着的 丽柔 可她是个150斤的胖子呀 丽心怎么可能看得上她 到这个时候 我还以为 丽心在骗我 以为她只是对我不满 希望我有所改变 我说 你给我一段时间考虑一下 她说给我两个月 丽心跟我谈过之后 我真的怕了 我一个高中毕业 没有任何一技之长 结果婚生过孩子的女人 能怎样 娘家那么不给力 我只能牢牢抓住 这段婚姻 两个月时间 丽心都没回家 她搬到了其中 一套出租的房子去住 说是我俩都能冷静一下 我彻底改变了 清晨起来跑步 晚上坐于家 晚饭不吃 开始看书学习 想着等女儿上了幼儿园 就出去找着工作 两个月后 我瘦了几十斤 做了心发型 把自己好好地打扮了一下 虽然不比做前台时水灵 但还算是美女 丽心回来看到我 仍然坚持要离婚 我一下子崩溃了 我说我做了那么多努力 你都没看见吗 她说看见了 但晚了 我说你为了那个 一百五十斤的胖子 要跟我离婚 你是疯了还是啥了 她说丽柔现在不胖了 她瘦下来后 看了也挺顺眼的 她说丽柔对她很好 温柔之心 最好的是 她娘家拆迁分了四套房子 对吧 我打断了她的话 她愣了一下 顺势点了头 面无愧色 跟你在一起生活太累了 你不赚钱 娘家不出钱 不出力 成天想着 可口我家的房 我家的钱 我真的是后悔 跟你结婚 再说 你就生了个女儿 跟李柔结了婚 说不定 她能给我生个儿子呢 我看了她 突然笑出声来 我说 跟我离婚 那套水去房 就要分我一半 你舍得 没想到 她笑得更大声 让我去查查法律 问问律师 那方 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就这样 我跟丽心离婚了 女儿的房子全归她 我每个月付抚养费 她家所有的财产 都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反而把家长 和婚前积蓄都花光了 嫁到丽家三年 我做了三年的免费保姆 给丽心生了个女儿 还搭上了全部积蓄 这场婚姻 我伤心伤身又伤财 妈妈觉得我丢人 不让我回娘家住 我只能找了份 包吃包住的工作 员工做事很紧 工作很累 这些我都能克服 我无法忍受的是 对女儿无穷如尽的思念 两年多来 都是我一个人照看她 突然间分开 我真的受不了 可这样一个我 养活自己都勉强 如何把她带在身边呢 从周一开始呢 我就盼着周末 因为周末可以把女儿接来 共享母女天伦 离婚结婚后 和丽柔两个人单独住 把女儿扔给她妈妈 老人看孩子马屋 每次接了女儿 都会发现 她亲一块 那只有一块的 她越来越瘦 很明显没有被好好照顾 后来丽柔怀孕了 丽心妈妈说 看杜行 她怀了个男孩 全家人对女儿 更不伤心 女儿三岁 正是最敏感的时候 受到了冷落 渐渐沉默 我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却毫无办法 每次送女儿回来 女儿总是拉着 我的手不肯松开 我每次都是哭着离开 我终于明白 什么房啊 钱啊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女儿 我必须想办法 努力赚钱 要回女儿的抚养权 一年时间 我的工资越来越高 一路从两千 涨到了七八千 我租了间 单独的房子 然后找到丽心 跟她谈抚养权的问题 丽柔刚刚生下儿子 她正想女儿是个负担 听我要抚养权 她一口就答应了 分别的时候 她看着我说 你变了很多 我冷笑一声 转身离去 是啊 我变了 再不是那个 认得哄弄的 你傻女人了 历时两年 我终于拿回了 女儿的抚养权 那天 我带着她 回了我们的小家 抱着她 告诉她 以后 她再也不用离开了 女儿先是开心的笑 又委屈的哭 她说 以后都要跟我住在一起 再也不会 爷爷奶奶家了 楼下有个阿姨人很好 愿意帮我接送女儿 上幼儿园 帮忙 看女儿 直到我下班 我每月给她一些钱 她很知足 偶尔 我回来了晚了 她还会让女儿 跟她一起吃晚饭 经历过这段婚姻呢 我终于明白 想依靠对方的婚姻 只能是靠山山岛 靠水水流 当初的我是 多么痴心妄想 以为嫁个有车 有房的人 就能终身有依靠 殊不知 那房那钱永远是别人家的 我永远都拿不走 一丝一毫 是我太天真 以为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还会砸到我头上 我算计着别人 没想到 却把自己算计了进去 现在我大车大悟 想要什么 就努力去争取 想买什么 就拼命去赚钱 我只想 好好和女儿一起生活 给她更好的条件和教育 早日买一套自己的房子 即便经历了一场 失败的婚姻 我依然相信 有一天 我会遇到 对的那个她 只是下次 我会一种 势均力敌的状态 嫁给人 不再依靠任何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儿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了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好似乎 好似乎 骗 骗 好似乎 你 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